记得就是VBA 基本上习惯上的做法 当然一定是把它缩小一点点 把它浮在上面 你慢慢去了解一下 看着你的需求 去撰写你后面的动作 所以你说我怎么写出来的 这不是用背的 反正你看到什么去写什么就好了 最重要是你要熟悉什么 熟悉VBA里面的相关规则 比如说包含什么 回圈 这个回圈我们上学期讲的非常的多 一直在练习这个回圈 另外的话就是VBA里面的函数 也许比如说ASC你不知道 不过你只要知道规则 你给它对的东西 它就给你要的结果 再来就是说 最后做完我们刚刚的东西 当然有些东西你可能不太懂 到底什么意思 所以我建议 如果你现在你的那个 就是刚做完 然后那个做的过程当中 你还对于这些做法 还不太陌生的话 建议怎么样 你在上面加上注解 那像我这样子加上注解之后 跟没有加注解 其实就会差异性还蛮大的 为什么 因为你一看就知道 这是做什么事 做什么事 那将来也许你哪一天回头看 你会更加清楚 切记就是说 那个写那个程式的时候 那个胡伦吞找 就是说好像 好像是懂 就是求快 其实写程式最忌讳这些 所以通常 大概有一些基本法则 第一个 你一定要从头到尾 自己做过一遍 也许你现在做不到 没关系 现在可以先Ctrl C Ctrl V 是被允许的 但是你回到家 找个机会 然后最好把它delete掉 重新再来过 如果你全部都做完 OK了 那恭喜你 你应该慢慢可以进阶了 但如果不行 真的要练 这东西没有办法 一下子马上做到的 因为你毕竟这东西 跟你可能没有那么的熟悉 不过做久了 大概就是这些东西 然后呢 再来就是说 这个缩牌一定都要 有没有 你会发现 我每一个每一个 都会清清楚楚 这个就是缩牌 按Tab键 FOR跟NAS一对 IF跟END IF一对 然后这个中间的输出结果 又是放在里面一层 所以注解跟缩牌 这个都必要的 你千万不要像有些同学 也是打了很多程式 但是全部都放在 同一个 同一层 我看到程式 我都 就会没办法看懂 因为我一定已经习惯了 为什么 因为如果你有头有尾 你马上就知道 你程式哪里打错了 OK 所以如果你养成好习惯 通常你的程式 也不太会发生错误 因为你一看就知道 哪里有错了 这个是第二个就是缩牌格式的问题 那再来就是说呢 刚刚可能会遇到的 像我们用到的是LEN 这个我想前面也用过 这个是VBA里面 就计算 那个字串的长度 对 比如说 Excel就五个字 它回来就是五 所以 For I 等于一到五 它就会跑几次 跑五次 先抓第一个字 那怎么抓 用MID 有没有 MID 这个MID的话 就是从原始资料里面 去抓第几个字呢 I会从1 所以先从1抓过来 先Excel1 对不对 然后抓过来做什么 判断一下 它是不是数字 那判断数字就中间这一串 中间这一串 OK 然后判断完 如果是数字 会进到中间 中间什么呢 Counts等于Counts加1 那特别注意 常常有同学搞不清楚 这什么意思 其实Counts的预设值 里面是没有东西的 那没有东西呢 当它进到这边之后呢 它会加1 它会先执行后面的 再丢给前面 所以它如果 原来预设假设是没有东西 是0好了 OK 那0 加上1之后 就会变动什么 变动里面的值 所以它就把它盖过去 就跟剪贴不一样 它变1 然后这个里面的话就存1 然后再换下一个 也许又多一个了 那就是Counts又加 就再加1 本来它已经变成1了 1再加1 有没有 1再加1之后的话 然后变2 2的话呢 就再把它盖过去 本来1不见了 变2 它是储存资料的地方 这个就一个变数 OK 然后最后做完之后的话呢 才把最后的结果输出给谁 输出给这个函数本身 那这个函数呢 因为放在某一个位置 那就把它输出了 大概是这样的流程 其实这个在BBA里面 很多地方都 差不多同样的方法 可以用在很多 你把它修改一下 像那个下一个范例 那个BDS数字 英文可不可以 英文你也可以看一下 那英文的话有大写跟小写 所以如果说你要算 某一个字串里面 有几个英文字 你也可以用同样的方法 怎么做 这个也可以想想看 然后最后刚刚有同学 遇到一个问题 留下数字 去除非数字 当然你也可以留下非数字 当然这个两个 颠倒一下就好了 那怎么做 当然一样 我最后把结果demo一下 给各位看一下 其实 稍微变一下 结果就出来了 其实这个留下数字的做法 根据计算它的几个字 差不多程式 好像没什么改动 改了几个地方而已 怎么做 按下确定 给一个原始资料 按确定 没有 因为没有数字 下面有没有 有 就留下了 那怎么做呢 当然最好是给各位去想想看 如果你想得出来 那应该你没有问题了 所以很多东西 你说实在这怎么改 其实我都没有改动任何 改一些简单的地方 就是把刚刚那个数字个数那个方选 复制贴到底下 第一个把它的方选名称改 本来叫做数字个数 那你把它改成留下数字 然后再来做 我改哪些 我改哪些 其实这个都见招拆招了 那我简单跟各位介绍一下 就这些了 有哪些地方不一样 其实我做一次给各位看 Ctrl C 对不对 Ctrl V 把什么呢 把那个 这个名称改一下 比如说改成留下 然后这个名称 因为你输入跟输出一样一样 所以这边输出 头尾 OK改了 你看没问题 第一个 第二个的话 就是我们要判断 那这个不用改 因为进来的东西 那我要不要留下 所以特别注意 这边的话 我要决定它要不要输出的话 由 刚刚是算次数 可是这边 我把它改成要输出的 所以我这边会多一个S 这个S是最后会被输出的 那一个字串 等于 等于什么东西呢 等于S自己本身 串接 串接用And And什么呢 And我抓到了那个字母 抓到那个字 那那个字的话 就是这一个东西 你可以把它搬下来 按Ctrl键 因为它Check一下 它Check了这个东西 这个东西如果是数字的话 那我就把它当成是文字 串接之后 再输出 再串接 OK 那当然最后的话输出呢 就不是Counts 而是S S是指的是那个字 我应该不知道懂不懂那个意思 反正每一个字每一个Check 是数字帮我串接 是数字串接 不是数字 那就什么事都不做 那我们利用这样的方式的话呢 你会发现 我把它做完之后 来试一下 一样 把它打勾一下 插入函数 然后给这个东西打勾 然后向下填满 不过你会发现 诶 你会发现 奇怪 它为什么输出变一个0呢 主要的原因是 它把那个S 当成是数字了 所以怎么办 一般是这样的 你干脆给它一个初始值好了 什么叫初始值 就是在第一行的地方 打一个S 它预测是空的 也就是说 当它还没输出之前 反正不管它就是空的 然后呢 我怎么知道我要留哪些 就是数字留下来 数字留下来 放哪里 放在S里面就好了 那因为呢 如果你不给初始值 它有的时候会把这个S当数字 所以输出变成0了 OK 所以这边 那我多加一个空字段 给它一个初始值 那我们再来试一下 打勾 一样 然后这边 有没有 你会发现 向下填满 它的那个 原来的0就不见了 为什么 因为我初始值 就是没有 就是一个自串 空自串 它就会把这个S当成是自串来处理 就不会输出变成一个0了 OK 所以这边的话呢 我想应该可以理解吧 你会发现 我基本上没有改动什么太多的地方 顶多 改了哪些呢 一 改了这个名称 二 改了这个S 本来是Counts嘛 把这个Counts改成S 然后这个是End 把判断是数字的放在这里面串接 最后呢输出就是S 它本来是Counts 然后多增加一个初始值 其他都没改动 OK 那当然你也可以试试看 如果你要颠倒过来 留下非数字的函数 那是不是也是一样 我想都一样 你改一下 马上留下非数字部分 所以以后你的工作里面 那你如果刚好遇到这个问题 就很快了 没什么东西 就这么一点点的程式 OK 画面先还给你录一下 好